为了感谢香港千亿富翁李兆基 豪志武议员给香港大学作为校园发展基金 千亿媳妇许子齐携丈夫李嘉诚 陪同加工李兆基出席大学主办的明谢礼 许子齐表示看到香港的大学生非常幸福 感叹自己在英国读书时刻苦耐劳 我记得我以前读书都行烂了很多对鞋 因为搭的士很贵 搭地铁又比较杂点 所以就宁愿行路 那直接妈咪见到我又会走烂鞋 那我就跟她说因为真的要走很远 每天起码都要走45分钟左右 来回都要 徐子齐透露自己父亲在60多岁时 采取的博士学位 因此深知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 而一直都想重返教育的她 表示与公公一起复会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自己更加觉得持续进修的必要 好笑因为刚才来的时候老爷 我跟老爷一辆车 他就给了他的稿 我读的时候很多中文字都不懂 然后就要问他 他都说有什么这些中文这么聰明的 这么差的 所以我都要学好一些中文 因为我其实我小时候就去了欧洲 那就没什么机会真的要学中文的字 写中更加不赖 所以趁现在个女儿又开始学了 那我可以同个女儿一起再学翻了 又学一下普通话了 许子齐要重返校园 最大的阻力莫过于家里的三个孩子 因为李家提倡自己带孩子 因此许子齐现在每天的时间 基本上都花在孩子身上 根本不可能还有时间做进修 而提到自己的三名孩子 许子齐表示刚过去的除夕夜 一家五口在美国跨年 而刚迈18个月大的小儿子 更是第一次骑马 是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很喜欢骑马 我五岁开始骑马 那我就很鼓励我的女儿去做这个运动 那我就三岁已经给他们骑 那我见他三岁都OK 那儿子现在十八个月 那我就刚刚圣诞人时 第一次给他骑马 那其实现在想起都好像很小过 但是他的安全做措施就做得很好的 就是有条安全带绑得他很实 那么他又不会怎么跌 那还有我觉得男生就训练他大胆少少 那还有跌下都没所谓的 就是最重要是给他多点经验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